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都不压抑 而反而是感觉特别的open 特别敞亮的感觉 而且这个一层的房子的设计感很强 它一进门是有一个coer 就是一个天井的这种感觉 所以整体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 这个房子可以做成三个卧室 也可以做成四个卧室 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层的房子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如果你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账号 休斯顿房地产资讯 或者是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这样一个一层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宽距其实还是蛮宽的 有这么宽 这个是55至60尺的宽距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什么感觉 一进来先是有一个这样的coer 就是一个小天井 所以这种感觉就很精致 很小清新 然后呢 再往里走才是这个房子的正门 然后一个双开的大门 打开门就到了房子了 哇 你看阳光明媚的感觉 有没有 阳光洒在房子里面 真好看 一进来之后呢 先是这样一个有点圆弧形设计的 然后它分了左右两边 我们先看一下右边 往右边走 这就是洗衣房的位置 然后洗衣房的外面这个门就是车库的门 我那些不打开的储藏间都是储藏间 然后我现在我这边走的这个非常大的衣帽间 这其实就是储卧的衣帽间 为什么会在这开个门 其实意思就是说在这开个门 打开门就可以把衣服扔到洗衣房里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我们先再往左手边这个地方走 在左手边这儿呢 就有一个书房 书房的面积不大 可是 刚刚好有这样的一个配置 在这儿 看这个又是一个储藏间 其实我有好多的门没有打开 就是因为它是储藏间的关系 所以有很多的看我节目的粉丝问我 为什么有好多门你不开 然后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的这边有两个卧室 所以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 我们看一下这个卧室 然后另外一边 这个卧室 是这样的 这个卧室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我刚才说错话了 啪啪打脸 因为这个卧室带着洗手间 在这儿 这是一个带厕所的套件 我刚才还说两个卧室 共用一个洗手间 啪啪打脸 好的 我们现在去另外一边 去漂亮的客厅看咯 我们现在就要来它漂亮的客厅了 阳光明媚 这个挑高非常高 是15尺 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敞亮 是客厅 这边是厨房 很大的厨房 这是早餐厅 也是主餐厅 因为这个房子是没有一个主餐厅的 这样过来的感觉 哇 一个大的推拉门 然后看过来就是漂亮的客厅 然后呢外面出去就可以看到 这是有一个这样的很大的padio 我之所以不带拍新房子院子 那就是因为对于新房子来讲 院子是你选的 你要是选湖边的地 那么这个房子就可以建到湖边 如果你选的新房子的面积 占地面积非常大 那你房子的占地面积就大 如果你选的新房子占地面积小 那占地面积就小 所以要么建院子没有可比性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主卧了 这个房子的主卧 哇 就是这么的帅气 挑高 主卧的挑高其实比客厅还要高 一个非常高的主卧挑高 并且主卧有两面窗户 这一面窗户 另外一边有一面窗户 所以整体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这是我见过真的非常漂亮的一套 一层的小房子 很小清新很可爱又很好住的一层 一个洗手台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洗手台 独立的浴缸 和walking式的淋浴 然后这边就是衣帽间 衣帽间的旁边有马桶间 看衣帽间就是刚才我们走过来的这家衣帽间 然后直接出来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一层的房子了 这个房子现在是三个卧室 但是其实它可以做成四个卧室 如果您对修斯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账号 修斯顿房地产资讯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 联系我们 这个房子的位置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位于Kitty比较中心的位置 这个地方离Kitty的亚洲城 也就是中国的超市 也就是12分钟的距离 如果说你想去Uptown的话 这个也就 这个位置离Uptown的距离 就是三十几分钟 并且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有点堵车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想去这个房子所属的这个学校 小学就在加门口只有六分钟 也是很近的一个十分满分学校 如果你想去China Town 就是中国城的话 那这边去中国城的距离 也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因为有亚洲城 不一定去中国城 如果说你想去Kitty的一些大的商场 也就是差不多九分钟 因为这个大商场真的就在加门口 怎么infa 怎么回头 嗯 就好 Esper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